双集加关注每天学电路 我们看这个电动车充电器 开关电源电路板上 很多个绿色的元器件 这些元器件也叫做电容器 这是一种固定电容器 在电路图当中 我们用这个符号来标注 当我们在电路图当中 看见这样一个符号 就要知道这是一个电容器的符号 而且要明白它是没有正负结的 也就是说可以正查也可以反查 这种敌轮电容器 常常见为就是绿色的 这个光值度比较亮 光值度比较亮 这是一种敌轮电容器 两条腿 那么在实际电路当中 我们往往可以用万能表的封明档 也就是奥机管档位去测试它的好换 在在路测试法我们是不能够进行相通的 如果测试说是相通 那证明它已经揭穿短路漏电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去测试它 那么背面两个焊盘就是它的两条腿 那么这两个脚 这两个脚它是不能够发出封明声的 这是电容器的两个焊盘点 还有我们看 这颗 这颗也是 背面呢 就是这两个焊盘 变连上去 也是不能发出多多的封明声 如果有这种声音出来 就证明这个电容器已经截穿短路 就这么简单 探断它 短路衣服 喜欢的点赞收藏 可以关注每一段的 个人主页里面的装栏 可以点击下发小房车 更多系统全面的课程 大家可以一起观看 下期再见